接下来让我们施个魔法带大家一起来到意大利的佛罗伦斯 为什么要来到佛罗伦斯呢 因为接下来的曲子是柴可夫斯基的作品《佛罗伦斯的回忆》 他在1886年荣获圣彼得堡市内乐学会的荣誉会员后 答应为学会谱写一首市内乐作品 于是在1890年他的最后一首市内乐作品就此诞生 哇 他真厉害 可是你没有说他为什么要以佛罗伦斯为主题写曲啊 别急 等我把话说完嘛 柴可夫斯基在得到荣誉会员之后来到了佛罗伦斯旅游 这首曲子正是他对于佛罗伦斯的旅程中充满着快乐幸福的印象所谱写的 哦 原来如此 你真是博学多文 那当然认真如我 我可是对这首曲子做足了准备功夫 佛罗伦斯的回忆共有四个乐章 原先是写给弦乐六重奏的编制 但今晚要演出的则是改编给弦乐团的版本 哇 好期待哦 相信有弦乐团演奏的版本 一定会带给我们更不一样的感觉吧 说到了意大利就让我想起我之前到意大利旅行的经验 我去了米兰大教堂 还去了法拉利的汽车博物馆 告诉你哦 它里面超多经典名车的 我看到都快失心疯了呢 原来你喜欢汽车啊 我都不知道哎 因为你都没讲过啊 嘿嘿 可是生长不漏哦 不过这次旅行有一个小缺憾 就是没有安排到到佛罗伦斯的行程 不过相信弦乐团的表演 应该能带领我们亲身经历佛罗伦斯的古色古香吧 嗯 听你这么一说 我好想赶快听他们的演说 想必大家也是如此 那么就让我们掌声欢迎 成功国中弦乐团 及郑乔文老师 为我们带来优质的演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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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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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